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在東京除了吃正餐以外也會想要試試看他的小吃吧 鮑勃今天整理出的是六家好吃而且超有名氣的小吃店 鹹的甜的都有 然後有些地方有座位有些外帶 但站著吃或在公園吃都很方便 簡單來說大多數的店都可以讓你快快吃完 讓你補充一下體力繼續東京的行軍旅遊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看下去吧 三家的鯛魚燒都屬於薄皮 然後紅豆都非常的飽滿 讓你不會感覺只有在吃皮沒有紅豆 其中四隻骨瓦卡巴的皮應該是最脆的 但你說哪家好吃其實我真的比不出來 每家都好吃哈哈 反正玉三家你說解尼龜 廟挖種子還有小火龍誰比較強我也說不出來啊 項島鹽問團子 項島長命壽櫻墨吉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地點基本上就是面對面營業的兩家 老字號日式甜點 我建議來這邊就乾脆兩家都吃 反正份量不是很大 鹽問團主於江戶時代末期 大約160年前創業 聽說文人默克都很喜歡到這家的店 點一份總共附上三個團子 有紅豆餡、白豆沙餡、味噌餡 吃起來很甜 但不是那種人工死甜的感覺 吃一口團子配一口茶 裝一下江戶時代的文人假掰一下吧 對面的長壽櫻木吉開業祥寶二年 距今已經超過三百年的歷史 不含添加物的櫻花餅 裡面包著甜甜的紅豆餡 餅皮吃起來也十分的Q彈 店家雖然不建議連同櫻花葉一起吃 但鮑伯喜歡帶有鹹味的葉子 讓整體的櫻花餅吃起來比較不會太甜 護月銀座 長酢、唐餅、茄餅 吃完太多甜的我們接下來換個鹹的 我們來到了關東最長的商店街 護月銀座 吃吃看日本的炸雞味道如何 這家店所使用的是日本的酪雞 特色是肉質柔軟 而且非常的多汁 裹上偏薄的麵衣 用新鮮的油去炸 想要試試看日本的炸雞跟台灣的炸雞不同 可以試試看這家 少爺、烏薄金仔、茄草、龜石 接下來介紹討論很愛吃的銅鑼燒 少爺烏薄金仔吉的紅豆餡 是職人細心的製作 把不合乎了標準的紅豆餡去除 只留下高品是要紅豆所傳出來的 烏薄金仔でした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 Superintendent 被譽為銅鑼燒的御三央 那龜石的銅鑼燒的皮 感覺跟平常看到光滑的皮不太一樣 吃起來更鬆軟 像蛋糕一樣 當然搭配起甜甜的紅豆餡也是超級好吃啦 對了,剛剛介紹的ウサギ也有開一家咖啡店 裡面有賣些紅豆甜點跟剉冰 大阪是章魚燒的天堂 但東京也是有好吃的章魚燒 加薩薩薩的章魚燒的章魚 看影片就知道有多大顆 整個吃起來超爽的 另外這家店的剉冰也很有名 糖漿都是用新鮮的水果去做的 吃完熱熱的章魚燒 再吃冰冰的剉冰 敏感性牙齒要注意一下 但總之這種搭配真的很不賴 尚爺 尚爺的尚爺是一間飲業超過90年的老字號的日式甜點店 我們就來試試看他茶屋的甜點吧 包裹點是本絕餅 絕餅的絕粉就是用絕菜所提煉出來的澱粉 本絕餅所有的本絕粉就是不添加乾薯粉等等的雜粉 比較稀少,價格也滿高的 冰鎮過的本絕餅十分的Q彈 快速的沾一下黃豆粉跟黑糖蜜 甜而不膩,非常的好入口 吃起來有種貴族甜點的高級感 聖夏 位於聖夏的卡托勒亞開業140多年了 也是咖哩麵包的發祥地 在家店的咖哩麵包的皮很脆 而且不會很厚 裡面的咖哩也給了十分的豪華 所以整體吃起來不會過於油膩 可以選擇辣或不辣的兩種咖哩麵包 多很好吃,隨便點吧! 接下來介紹是塔貝露窟東京第一名 全日本第二名的剉冰 日本的剉冰好吃的至勝關鍵 就是在冰以及簡單的佐料上 在家店的冰是來自於日光 松月冰式的天然冰 吃起來非常的柔軟好入口 然後用當季的素材 所做出的湯漿吃起來非常的新鮮 然後同等重要的是 這家店的氣氛非常好 而且位置的間隔非常寬 雖然剉冰不是一個可以慢慢吃的甜點 但是可以悠閒地做著享受 在短短十幾分鐘 真的很幸福 東京站 湖是一個河果子名店 創業於16世紀 雖然東京滿多家的 但我最推薦東京車站裡面的湖屋 因為地理位置無敵好 店內裝潢也超棒 那河果子所大量使用的紅豆 也全部是北海道產的高級品質紅豆 味道、色澤、口感都很不賴 另外羊羹裡也很重要的糖 叫做白霜糖 讓整個羊羹帶有風味無求的甘美韻味 鮑勃點了看似很多紅豆相關的河果子 但吃起來真的不味膩 接下來我們介紹兩家大福店 第一家位於朝鴨的Mizuno 就是岩大福的發源地 已經販賣超過半個世紀以上了 那岩大福最重要的特色 就是紅豆的甜味跟鹽的鹹味 取得剛剛好的黃金比例 所以這家店就做到了 接下來介紹全衛寺的 豆大福專門店松島屋 開業超過100年 同時也是甜點百名店 這家店雖然問在於住宅區 但總是大派長龍 松島屋的豆大福的外皮 所使用的糯米是工程餡的 宮古咖寧模式 所以非常的彈牙 所有的大福都是純手工 只能會依照天氣的不同 去調整出最適合當天的風味 薄薄的餅皮 加上大量的內餡 吃起來非常有滿足感 聽說這家店也是昭和天王 喜歡的名店喔 前草千葉屋 我們最後一季來吃吃看日本的大學育 就是有點像拔絲地瓜 簡單來說就是油炸地瓜加上蜂蜜 聽說很容易製作 但要做的好吃不簡單 千葉屋的大學育 甜中帶鹹 芝麻又有點體味的效果 真的是一個接著一個 吃完全不會擬 以上就是這次十六家小吃甜點的介紹啦 東京走的橋最近也開啟會員囉 也請大家加入會員多多支持我們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金可以拍攝更多的內容 因為拍片的伙食費真的很貴啦 鮑伯也想要離開東京拍攝各個地方的旅遊介紹 但一次離開東京台幣就要花了兩三萬塊 其實真的滿傷鮑伯的存款的 但無論如何呢 多來是謝謝各位的收看 你們跟東京走橋的互動跟留言 就支持我們創作的最大動力 我是包伯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 超燙 史上最燙 你看我剛剛拍第一卡的時候多燙 是不是 太燙了吧 我看你很可愛 你看我很多人 我看你很可愛 你看我每天都在那邊 我看你很可愛